性别平等教育 教科书一亿处理说明篇 网络都在流传 说学校里的教科书 有很多很不好的性评内容 会影响我们的孩子 教科书问题那么多 教育部都没有在把关吗 学校的教科书不但要根据课程纲要编 也要经过国家教育研究院严格的审查 内容和品质都是教育部最关心的 绝不会让有问题的教科书通过 如果大家对内容有意见 国家教育研究院也会有严谨的程序来审查 一旦有错误就会通知出版社修改 不会让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 我收到很多讯息都说 教科书内容谈性别平等 都在教导孩子一些错误的观念 影响孩子的正常发展 真的是这样吗 教育部对于家长的疑虑 到底有没有在处理 其实家长可以放心 外面流传的教科书内容 很多都不是真实的 国家教育研究院从105年起 已经接到很多的意见 每一项意见都会认真比对 也会交给国教院邀请的学者专家 及审查委员仔细讨论 这一段时间 国教院一共收到56则教科书内容的意见 经审查后 内容还需要斟酌调整的地方 有24则 出版社都已经修订了 内容没有问题的 则有32则 国教院及出版社 都会很认真的处理教科书内容的问题 并努力改善 绝不会牺牲教科书品质的 大家反映的教科书内容问题 修改情形是怎么样 能不能从哪边看到 教科书在学校使用 老师会反映教学的问题 家长也会担心内容是不是正确的 因此 出版社常常会主动配合 老师或家长的意见 对教科书内容做一些修订和改善 这些内容都可以到教育部 性别平等资讯网去看